我們非常注重原鄉部落的長照系統 因為每一個原鄉部落都有它的特徵 我們也希望按照每個對面長部落 它自己的特色去創造出來我們的不一樣 而且帶有特色的文化特色長照照顧 剛才看到我們在那裡的長輩叫姆姆 他們看起來都蠻快樂的樣子 其實這樣對他們的健康也好 對他們的子女也好 對國家更好 因為如果你們很健康的話 國家的醫藥支出反而變少了 所以這個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們也要謝謝長照部落的耐心愛心和服務 所以我一直希望把長照當作一種專業 讓不同的人都可以把長照當作他未來的職業選擇的選項主義 所以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長照部落 願意投入在長照這個領域 我們也會持續地來改善長照公園的代理 原住民族的長輩都是我們的寶貝 我相信對長輩來說 文化就是生活 而部落文化健康戰 可以換我們老人家的生活 而且讓用原住民族的語言跟文化 變成是一個傳承的好地方 剛才聽到有一位長照公園 本來不會講母語的 現在也變成會講母語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最後我要說文健康戰加油 我們服務員 長照服務員加油 謝謝你們 更得當大家的後盾 讓每一個部落因為造書和服務 而提供更完整 更有能量 讓我們的年輕人也都願意回來 大家一起生活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